來 媳媳姐妳要示範 好 我要再來嗎 首先 橡皮筋綁起來 這種的好了 首先家裡一定有這種 這一種的橡皮筋對不對 這種 彈橡皮 然後老師 數字可以借我嗎 然後妳在家妳就分中分 分中 隨便分中分 是隨便嗎 這樣有中的嗎 有中的嗎 老師 有 後面也分中分 這樣大家會吧 木筋 用肩尾 然後就把它曲筋 曲筋就是酥筋 這邊曲筋 用手 用梳子也可以 但是老師已經 他髮質很好 老師也把它曲筋 我現在要前面長 後面短一點 後面短一點 所以我就要綁在前面 一眼中的直筋 然後會往到下花 真的 然後我就會這樣 從這邊把它剪下去 把它剪平 剪平嗎 剪平 然後我如果要 後長前短 後長前短 對 我就要綁到後面去 那就不用分中分 我好像講反了 是前長 現在是要前長後短 對 前長後短 就這樣子把它綁到後面去 剛剛是前短 後長 對 然後你就綁到你要的 你要的 比如說長度 都是綁一把 一把 我們的一把就是 人家的隨便一把 就是我們的全部了 你如果害怕 你自己剪 你就這樣害怕 你就先從這邊一點點剪 然後你就放開再比一下 好像還可以 然後你再綁起來 然後再剪 好像還可以 然後越來越少 不是 我都是這樣子 你手要這樣往後剪 對 你就自己會有一個手感 這樣抓著 譬如說這樣抓著 刷著這樣一把有沒有 你就會有一個手感 這樣 真的嗎 真的 自己剪就行嗎 對 你如果就是說要剪瀏海 瀏海 我也還有問老師 我要不要瀏海 我就自己這樣綁在這裡 你要剪多寬你自己 自己決定 對不對 你要剪很寬 你要剪很窄 你就先從很窄的開始綁 對 你就先這樣剪 剪一刀 剪一刀 你先剪長一點 對 然後再慢慢都會展開 然後就把它放掉 放掉以後 你就覺得 還可以再短 然後你就再 再 就這樣 報告完 可以嗎 老師 我覺得還滿厲害 很厲害 都是一些通通 你知道完蛋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了 就去找老師吧 你修壞了 就最後簡單了 你來拿一個修 修到已經到 修到那個 刀子就很厲害